主席 苏院长 还有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今天是2月19号 第九届第一会起的开议 19是一个重要的数字 另外一个重要数字是91 91就是520 马银酒政权交换 离现在91天 这个重要日子 可是我们常听到所谓破摆 破摆意思就是说 准备退伍之前要守规矩 而且是平稳的准备要退伍 可是过去这几天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 让我们不得不忧虑 11天还会有什么样的 外交出访 任何国家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政治 跟国际上的意涵的一个行动 可是最近传出来 甚至可能某个程度 已经证实了 总统要出访这个讯息 我们不得不让人家担心 到底这个总统 还有什么样的外交动作 可能影响到台湾未来 国际空间 跟外交的一个影响 任何出访 一定要要求两个 一个叫象征的意义 也就是凸显我们 跟邦交国的关系 跟其他友邦的关系 另外叫实质意义 也就是对双方 不论在 大家在国际社会 重要政策意涵的一个象征意义 所以呢 当总统要出访的时候 大部分国家 尤其是一个离任总统 要出访的时候 大部分国家 并不会把它看为一个 两国关系 重要象征意义的一个外交动作 从实质意义来讲 我们更担心的是 这个总统 会不会出访之后 开了一些支票 尤其 这个总统 急着主动要出访 而邦交国是被动 来安排他的出访 因此呢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别的国家 提出外交上的承诺之后 这个总统 马总统 会不会做出任何外交上 实质的承诺 开出任何的支票 而必须由下一任总统 来兑现这个支票 而这样的实质 的一个外交的推动 会影响到下一任总统 外交的空间 所以我们真的很期待 必须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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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